你是我不及的梦 第一集 只要活着一天 就必然一次又一次地爱着你撒哈拉 没有相仇 没有离开过你 如果今生有一个女人 她的丈夫叫她撒哈拉之心 那么如果他们有一个女儿 那个名字必要称为 撒哈拉阿菲利加 撒哈拉之心 曾经这么想过 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女儿 她必要被称为 撒哈拉阿菲利加格罗臣 Saharafrika Kurochen 这个名字将是她的父亲 母亲和北非沙漠永恒的结合与纪念 沙漠的居民一再地说那些沉迷安乐生活 美味食物和喜欢跟女人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人 是不配去沙漠的 虽然自己是一个女子 却实实实在在明白了这句话里的含义 也许 当年的远父撒哈拉 最初的动机 是为着她本身的诡秘 荒凉和原始 这一份强烈的呼唤 在定居下来之后 慢慢化身为刻骨铭心的爱 愿意将她视为自己选择的土地 在那儿生养子女 安居乐业 一直到老死 每一日的生活和挑战 在那笔墨无以形容的荒原里 烧出了一个全新的灵魂 再生与死的极限里 为自己的存活 找出了真正的意义 撒哈拉的估计 已是另一种层面的崇高 大自然的威力和不可测出的明日 亦是绝对的 在那一片随时可以丧失生命的险恶环境里 如何用人的勇气和智慧 面对那不能逃避的苦难 而且活得泰然 便是光荣和价值最好的权势了 大自然是公平的 在那看似一无所有的荒原 烈日 酷寒 贫苦与焦可理 她回报给爱她的人 懂她的人生的欣喜 悲伤 岂是体验和不屈服的任性与耐力 撒哈拉沙漠千变万化 她的名字 原意叫做空 我说 她是永恒 沙漠里 最美的 是那永不绝灭的生命 是一口又一口隐藏的水井 是一代又一代的来和去 是男女的爱恋与生育 是小羊小骆驼的出世 是风暴之后的重建家园 是节日 是狂欢 是年年月月日日没有怨言的操作和理所当然的活下去 沙漠的至美 更是那一颗磕手臂张向天空的枯树 是一朵在干地上挣扎着开尽生枝喜悦的小紫花 是一只姑鸟的哀鸣划破长空 是夕阳西下时 化入一轮红日中那个单奇的人 也是他九条龙卷风将不出一声的小羊抽上天地玄黄 也是他如梦如魅如妖如真如幻的海誓蜃楼 是近六十度的酷热凝固如岩浆 是如零度的寒冷刺骨如刀 是神 是魔 是天堂 是地狱 是撒哈拉 是沙堆里挖掘出来的贝壳化石 是刻着原始壁画的洞穴 是在没有江河的断崖深渊 是传说了千年的迷鬼险淫 是会流动的坟场 是埋下去数十年也不腐坏的尸身 是鬼眼睛和古树 是摘月 是膜拜 是地野老 天野荒 沙漠的极美 是清晨旷野 牧羊女脆亮悠长的赤鹤里 被唤出来的朝阳和全新的一天 沙漠是一个永不褪色的梦 风暴过去的时候 一样万里平沙 避空如洗 避空如洗 她 仍然叫永恒 沙哈拉雅 在你的怀抱里 做过没有鲜花的新娘 在你的穷仓下 在你的穷仓下 反扑归真 你以你的伙伴太阳 用世上一切的悲喜融化了一个妇人 又塑造了另一个灵魂 再刻进了你的风貌 在一根根骨头里 你的名字 在我的身上 看起来 你已经只是地图上的一幅土黄色的叶树 看起来 这一切都像一场遗忘 看起来 也不敢再提你 看起来 这不过是风尘里的匆匆 可是 心里知道 已经中了那一句沙漠的咒语 只要踏上这片土地的人 必然一再地想回来 别无他法 已是撒哈拉永生的居民 是一个大漠的女子 再没有什么能够惧怕了 包括早已在那片土地上 交过了千次百次的生与死 就必然一次又一次地爱着你 撒哈拉 没有相仇 没有离开过你 他的丈夫叫他撒哈拉之心 那个名字必要被称为 撒哈拉阿菲利加 星号本文据手稿整理而成 对他 我待在这里 我待在这里 没有什么事 我待在这里 我待在这里 感谢观看